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保险新闻 新冠疫情还有欧乌战争 可以说是每天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影响 而最近又有一个影响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 根据最新的新闻数据显示 在汽车车底盘下面的catality converter 就是汽车的触媒转换器 在加州成为窃盗案的第一名 要特别的小心 事实上跟2019年相比 当时的触媒转换器失窃案 大约是全年度是1100件 整个理赔金额是250万 但是到了2020年触媒转换器的失窃案 增加到了4500件 理赔金额也突破1000万美金 但更糟的是来到了去年2021年 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 整个失窃案是暴增成到了9057件 理赔金额也突破了2300万美金 而这些都只是一间保险公司的数据 实际上的整体数据绝对远超于这个数字 那特别我们加州是全美国最大的汽车市场 它的触媒转换器的失窃案 更占了所有案件的理赔数 已经突破了25% 可以说这样东西的失窃已经成为大家值得重视的一个治安问题 它的失窃率跟疫情之前相比已经突破增加超过了1000倍 但是在最近它的失窃案又暴增了 原因就是它的原材料是贵金属 而近期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 带动了整个贵金属商品价格的大涨 事实上全球有超过40%的靶金 是来自于俄罗斯进口的 它的产量仅次于南非 也因此最近战争的影响 让它的贵金属价格又来到了新高位置 也因此成为这些这么多窃贼有头号下手的目标 就是汽车的触媒转换器 因为当它转卖二手价钱 通常它可以卖一样触媒转换器可以卖超过250元美金 事实上触媒转换器通常它的位置是在汽车的车底 它是负责来降低废弃氧化碳的浓度 但是刚刚提到它是由靶、老和薄这三种贵金属来制成的 依照大小不同 刚刚提到了它可以平均卖250元美金 甚至比较大的触媒转换器 它卖价可以来到1000元美金 因此它就成为窃贼的最爱 通常窃贼它会锁定停在路旁的小货车 或是一些底盘比较高的休旅车来下手 因为它比较好来取得 它就使用砂轮机、电锯、锯断排气管 通常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很快速的偷走位在排气管中段的触媒转换器 因此警方有特别提醒大家 窃贼通常他是喜欢挑选在人烟稀少没有监视器的地方来办案 因此我们通常车主在停车的时候 要尽量把车停放在停车场或是有监视器的地方 或者是要在车上安装防窃的警报器来下手窃贼 另外大家会好奇通常是哪一些车比较容易被偷呢 通常来说欧洲车因为它使用含量比较高的靶和老贵金属 因此它的价格二手价会比日本车来得好 但是根据过去的数据的显示 日本车的Toyota Prius 它也常常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 那如果我们大家要避免爱车被偷 在家里要怎么防范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家 就把车子停进车库里面 那如果呢要停在车道上呢 也通常要选比较光线充足的地方 或是你就在你的车道上来加装感应的照明灯等等 用一些小方式来避免汽车的触媒转换器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时事保险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